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分成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776年 看看重塑世界 1776年如何创造了后基督教 西方如何揭示那一年对我们今天世界的深远影响 从独立宣言到国父论 这些开创性的文本如何塑造了现代西方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一些演员入圣的个人故事 从白宫里的风刺中 伍德罗 威尔逊的双重故事 到最佳头脑中迈克尔劳德的天才与悲剧 再到火花中国地下历史学家 及其对未来的战斗机时的勇敢抵抗 这些故事展现了人类在各种境遇下的复杂性和韧气 最后我们还会看看脆弱的社区 如何指出美国社区面临的挑战 以及电讯报上如何讨论 当教会追求觉醒时失去吸引力的问题 此外 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文章 讨论了袈裟如何改变美国校园 展现了跨越种族 积极和宗教的联盟 如何通过各种策略和手段成功地推动变革 这些文章不仅展现了历史的重要时刻 还激势了个人信仰 政治动态和社会运动 如何交织在一起 影响我们的世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多面的世界 看看人类如何不断探索挑战和重塑我们生活的世界 在这斯卡菲奥背上安德鲁威尔森的重塑世界 1776年如何创造了后基督教西方crossway 2023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重大意义 1776年不仅诞生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还有亚当斯密的国父论 义曼牛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草稿 以及《爱德华》几本的《罗马帝博衰亡史》等一系列开创性的文本 威尔森通过精准的研究和清晰的写作 向我们展示了那里 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在哈佛出版的《白宫》里的疯子中 帕特里克·维尔讲述了一个关于武德罗·威尔逊的双厨故事 这位疯子并非人们可能预期的唐纳德·特朗图 而是自恋志祭的威尔逊 书中基于威尔逊助手威廉·布利特的详细笔记 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进行分析 同时也展现了基督徒布利特在外交和新闻事业上 与全球各大领导人的密切交流 TL来上 英国并且是犹太人喜剧演员大卫·巴迪尔在上帝的欲望中探讨了 人们对上帝存在的渴望 主要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遗忘 巴迪尔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事实基础 仅仅是一种情感幻想 这里智能设计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他通过生命的复杂性 指出达尔文对生命简单化的想象是错误的 西格出版社的最佳头脑 由乔纳森·罗森编写 讲述了他的朋友迈克尔·劳德的真实故事 劳德因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被送往医院的天才 在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后 自认为拥有神一般的存在 然而这位曾在纽约时报上被放大 通过出版权竞标战成为复工的人物 最终却因刺杀女友而声名狼起 在牛津出版的火花 中国地下历史学家及其对未来的战斗中 伊恩·约翰逊讲述了勇敢的男男女女 他们不相自认为具有神一样地位的中国独裁者 习近平屈服 约翰逊还为忠诚的抗命 一味忠诚的抗命 一味中国家庭教会运动里 就的教会与国家著作撰写了前沿 书中三分之二是勇敢的王仪的文字 他因为信仰宪政服刑九年 在小布朗即将出版的脆弱的社区中 赛斯·卡普兰指出 尽管美国仍是自由之地 但许多社区仍受到家庭解体 成见疏离和绝望的困扰 特别是南海处于风险之中 卡普兰强调了在教育和社区项目中 优先考虑南海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电讯报上麦克尔·科伦讨论了 当教会追求觉醒时 他们如何失去了吸引力 他认为年轻的基督徒寻求的是一种更永恒 不受时代影响的神学和灵性 而不是简单模仿世俗社会的稀薄复制品 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文章 讨论了袈裟如何改变美国校人 美国各地的学生展示了 他们对面临以色列军队暴力的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尽管面临暴力 被刺杀 被枪击和吭洒化学物质的威胁 学生们依然建立了跨越种族 阶级和宗教的联盟 通过各种策略和手段 成功的在加州大学系统的多个大学推动了撤资运动 并改变了校园环境 这些文章揭示了一个多面的世界 其中历史信仰 政治和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 展现了人类不断探索挑战和重塑世界的不懈努力 谢谢您的收看 顺便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市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